另外 美国投资峰会继中国餐饮业出海高峰论坛 日前在南加州尔湾京都酒店举行 此次峰会由美国京都餐饮集团主办 美国鲁味传奇集团协办 并得到了美国驻华使馆和欧美中投资促进会的鼎力支持 活动吸引了来自中美两国的众多重量级嘉宾和业界精英 包括美国京都餐饮集团总裁孙英丽 副总裁李福刚 著名爱国乔领张素酒 欧美中投资促进会主席张家豪 美国洛杉矶华部大联盟创会主席马树荣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峰会会关键荣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熊文胜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 美国奉商总会主席朱俊英 加州财务长代表Jorge Herera Avila 比佛丽艺术合伙人兼执行董事Joey Joe 好莱坞制片人易景生博士等 活动总策划兼导演是美国好莱坞学院院长张明 本次高峰论坛的与会者围绕中餐在美国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政策进行了深入讨论 共同探索了美国市场的新商机 为中国餐饮业出海翻开了崭新篇章 这个高峰论坛旨在弘扬中国美食文化 把中国的文化 饮食文化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 走进美国的饮食文化市场 美国京都餐饮集团副总裁李福刚表示 本次高峰论坛汇聚了多行业的领军人物 和各界精英 主题是创新合作引领未来 我们向杨海维会长带领中国的餐饮集团 来到美国 来到洛杉矶 共同促成我们将来的交流与合作 因此我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到来的嘉宾 也特别感谢今天能够跟我们共同 达成某些意向的朋友 在主题论坛上 中美双方嘉宾分享了各自的创业经历 和未来规划 现场的中西合璧美食体验活动 进一步拉近了与会嘉宾之间的距离 增进了彼此的交流 今天来到美国 特别希望和美国桥界的各位同胞 针对于中国餐饮文化 在美国的进一步的发展 帮助中国餐饮企业 此次高峰论坛 不仅为中国餐饮业在海外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也为中美两国餐饮企业的合作 搭建了桥梁 开启了中餐出海的新篇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